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用写的或者我们现场来宾也是可以举手的 那我们线上我们日本的教授Dr. Chandra也在线上 所以日本的教授我们也是可以问他问题的 那我首先先问副主委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发会或者是行政院 是不是有公正转型委员会设置的方案 刚刚有讲说还没有设了 那具体的规划是什么 我们先从副主委开始 谢谢社长 我们未来是一定会成立这个公正转型委员会 但是这个委员会我必须坦白说 它的成员跟它的架构 其它的运作方式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部分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定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它一定会有两大部会 一个是两大部分 一个是政府之间部门之间的刚讲的跨部会的一个协调的机制 这里面必须会有代表人到这个公正转型委员会 那另外一部分是社会部门 就是社会部门的代表 可能包含产观学厉害关系人 来进来到这个公正转型委员会 那至于这个委员会 它未来会不会在有它一定的法定职权 还有它的运作方式 我觉得这个的确还目前没有完全定案 但它必须存在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机构 来全面的看 不可以用部门 应该怎么说 国发会长期以来 我们是来做部门计划之间的整合 所以我们不会一个一个来看 而是会做宏观 那刚才有提到 有些的转型策略 它可能有些的公正转型的课题 可能会在12个战略之外 那我们也必须把它辨识出来 这个是这个委员会的一个必要性 那另外这个委员会 未来还会有一个关键的作用是 我们目前有很多的方法论 其实必须被建立出来 我们有没有一致性的方法论 可以放在交通部的运居电动化 那在经济部的节能 那在农委会的探会 可能有一些一致的 但是也会因为课题的不一样 有其他的方法论 我讲的方法论 包含社会调查的方法 包含一些可能是计量的方法 那包含社会沟通的时候的对象 应该怎么样去进行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必须被讨论出来 所以应该也会有一个 类似技术部门的讨论 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做讨论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副主委的分享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同时请教 Professor Young Dr. Young and Dr. Changer 我用英文问 So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optimal way to balance 各位觉得我们要如何平衡 这个 比如说汽车业 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 比如说发电业 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先从Dr. Young开始 感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但是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尝试 包括这个社会改变 社会改革 如果我们很努力的尝试 我们就会带来积极的变革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种新的 环保的能源 其实可以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那这样子的社会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对个人来说 有一些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损失 那有一些呢 就会得到好处 比如说年轻的世代 如果他们好好的准备 他们就有更多机会 他们的工作机会就会是在这种绿色的产业 但是如果在这些传统产业工作的人呢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讲到个人的时候 他们会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管是在韩国的社会 或是在台湾的社会 我们都应该要想办法建立社会安全网 我们建立社会安全网 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 虽然这个我们使用的科技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训练 我们的劳动力 但是问题 比如说韩国的问题呢 是我们的工会 有时候会吵 说目前的 我们应该要保留所有目前的工作 就是不管社会怎么变革 包括这个能源的改变 我们都还是要保留我们既有的工作 但是我们应该要想一想 其实新进入劳动力的人 他们可以有新的机会 那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这样 就是我们既有的这个劳工 他们就要继续做他们已经有的工作 我们要想办法建立社会的共识 我认为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 如果我们让所有的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 都攜手合作 我们可以一起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而且我们可以减低这个碳排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得到经济上面的利益 那如果我们 如果一直在看我们既有的这些成本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更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这个更大的愿景 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 我们有办法做到 我们一定要往更远的地方看 我们才能够实现变革跟创新 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不然 因为危机呢 就是转机 危机也就是机会 我们可以 创造更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智慧了解这件事 机会呢 就是挑战呢 就会伴随着机会嘛 所以呢 其实我待会儿呢 有个问题要问四位语谈人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 尤其是在公正团 尤其谈到就业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是不是经过很多次了 到底这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待会儿来请教四位语谈人 那我现在邀请Dr. Chandra来 跟针对刚刚说的 有没有optimal way to balance between net zero and unemployment what's your answer 啊 sure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 感谢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 我同意这个尹教授说的 在譬如说日本的例子来说 政府已经很清楚的让市场知道 就是在2035年呢 所有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卖纯燃料车了 所以日本的政府给了这个非常明确的讯息 就是我们要变革 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有用新的科技 那所以呢 我们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先跟汽车产业说了 他们就有办法准备转型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稍微减低 一些这种大规模变革会产生的影响 但是在此同时 我们这个能源产业 我今天没有说 他们面对的挑战 不管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 我们会面对的是这个制造这些器材的供应商 特别是很大型的能源厂 在日本过去三四年 这些器材的制造商 他们其实是对这个工厂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包括对这些这个劳工 他们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影响 在美国跟欧洲 他们会碰到的问题是 如果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生产的问题 他们会去改变结构 改变产业的结构 但是这个在日本文化上 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他们希望说工作就是可以做一辈子 他们不想要转行 他们不想要去转做别的事情 那政府的这个短期的因应方法呢 就是说不然我们再来建立一些这个燃煤的发电厂 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寻找新的市场 包括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轻能的发电厂 现在我们就在想说 那这一些这个闲置的地要怎么用呢 那大家就想说 那不然来建个这个焚化炉好了 所以这些大公司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提出非常长远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过程中有说过 这个小的公司 他们可能这个现金流也比较少 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想办法就是存活 想办法生存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很长远的 包括这个市场可能本身就已经在萎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碰到的挑战 再来以日本的案例跟可能韩国的案例来说 我们都是非常重出口的经济体 那当然这个汽车产业呢 就在说我们就是有这些传统的发动机 但是在其他的这个市场 包括比如说欧洲啊 中国 他们以后还会不会继续的买这些传统的发动机 还是说我们要以国家政府来带领创新 那这些对日本的这个轻能策略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丰田 这个在运聚的电气化上 我们其实没有 日本并没有 还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轻能的运聚 但是 Honda Toyota 其实是需要去因应世界 不同市场的消费需求 我们要先改变在国家里有这些改变 然后才有办法卖现在世界上其他消费者想要的车子 谢谢Dr.Tanger给我们的回复 有关他刚刚在演说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蛮吊诡的 就是你为了要转型 所以要发展再生能源 可是发展再生能源又产生新的问题 这个太阳能板要怎么去啊 太阳能板的污染的问题啊 所以永远 就算你已经转到低碳 也有那个低碳时代的问题要克服 所以永远都克服不完 永远都需要转型 那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单上 来自于听众的问题 好多都针对副主委 副主委 我来念一下 那你综合回答 就是说国发会现在负责主导部会之间的整合 那这个整合的过程呢 遇到什么问题 跨部会的整合 有哪些挑战 那哪些需要努力的 好几个问题大概都是针对这个 我在请教这个 这个叶品言总干事之前 你先回答这几个 好几个问题 你自己也看到吗 好多问题都是针对副主委而来 现在是立法院备训 谢谢社长 我蛮喜欢这个iPad 这个蛮好用 那个我碰到的问题大概就是说 目前跨部会的课题里面 有哪些成效 遇到什么困难 还有努力的空间 那我觉得成效到目前为止 应该很难讲说 有什么具体的成效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是 这次等于是 行政部门之间的这个动员 其实是非常的intensive 非常的密集 那我看到的是蛮多 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的速度变快 那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行政效率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有成效 是我们的确看到有些部会 之前在做社会沟通的一个 频率或者是模式比较深疏 那每个部会的做的方法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慢慢大家有在交流 这方面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公共行政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点 但这个也就是困难 因为当我们每次做 看的每一个社会沟通的一个 厂试的时候 大家都会起嘴巴舌 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度 怎么样才是对 怎么样才是不对 怎么样比较好 那我觉得这个未来一直都会是 那这个社会沟通的问题 还有被质疑的部分会不会被解决 我也认为永远不会被解决 所以就是必须要一直讨论 一直对话 那我认为未来可以努力的部分 其实也是困难的部分 大概就三个部分 我觉得一个是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如何把在这个近年转型的这个政策的讨论 不管是在行政部门里面 或者跟社会部门的沟通 跟产业部门的沟通 我认为那个资料 应该怎么样去收集 怎么样交换 让大家建立的客观事实 能够趋于比较一致 这样的讨论会比较有效率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 但是一定要做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参与跟沟通的这个过程 其实大家必须要 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进行 那有另外一个是 今天大家可能比较还没有提到的 但是从刚才尹教授跟那个 Dotter Changer里面 都有约约提到的 我认为我们目前比较missing的 比较没有去谈的是 整个近零转型里面 在空间跟国土规划 上面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台湾来讲蛮重要的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副主委的回答 那我接下来有这一个问题呢 除了问这个总干事之外 其实我也想要请教三位贵宾 所以那个帮我翻译 给两位海外的学者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很关注劳工就位这个问题 No man behind 就是刚刚副主委的演讲提到 但事实上产业一直都在转型 比如说我们的污染产业 以台湾来讲水泥业 被转到都快要没有了 所以原来水泥业的工作人员 因为污染的问题 必须要慢慢转业 或是我们数位转型好了 智慧化 数位化之后 有很多工作也都不见了 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的收费员 也都不见了 现在都用e-tech 所以很多产业转转转 每一次转型都有一些人 他的技能是不行的 他必须被淘汰 那他要学习新的技能 所以我想要请教四位贵宾 就是说这一次的低碳转型 对劳工来讲 他面临的转型 或者他面临到挑战 跟过去几次的产业转型 有什么不一样 我先请这个师 总干事 业总干事对不起来回答 我觉得在转型的过程 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 就是都很类似 就是一定会有 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 或者是生产技术的提升 那一定会有一些 比较旧有的生产方式 可能就不适合了 那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可能就是要嘛升级 要嘛就是可能会慢慢被 就是就退出劳动市场 那我觉得这次进净减探 我觉得有几个 对现在的劳工来讲 比较大的挑战 我觉得是一个是 我觉得相对之前的调整 他的不确定性是很高的 我觉得现在这种 你说2035 2050 他其实是一个很远的骑程 那在这个骑程的 这一段过程里面 你说像我们刚才讲的 汽车或者机车制造业 那这一段过程里面 其实对资方来讲 他可能知道说 他有一个既定的说 那可能大概什么时候 要做哪些事情 可是对很多劳动者来讲 他其实可能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或者说他可能是很难准备的 他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以后 可能如果我们事先 没有去协助他的话 他可能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点 可能就到2035 就可能不能生产油车了 那他就是2035可能就是没有工作了 可是在这一段期间 他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或者是说 他可能有听到一些风声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种 所以他这种不确定性是很高的 就是他要怎么去调整 或者是说 我觉得还是回到像 刚才像那个 以大事的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 我觉得像我们一直在 工会这边一直在纠结的 或者我们一直在 一个点是说 那到底是你要签 你要签产吗 就是因为像工会提出的诉求是 如果你不要大色工业区 你把它签产好了 你是要一个实化专区吗 还是你就是不要一个实化区 实化专区 如果你签产 你是要有一个实化专区 那其实对这些员工来讲 他还是从事实化业嘛 他只是可能生产的东西 就或者制成不一样 那可是还是相关的 在这个这个这个领域里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不要这个产业的话 那他对他来讲 他那个调整其实是更大的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很多劳工来讲 就是都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他不确定性是很高的 就是这些政策背后到底会带 对他们的公司 对他们的产业 带来怎么样子的影响 我觉得对很多劳工的朋友来讲 是很困惑的 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讲的 那第二个我觉得跟早期 比较不一样的点是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工作的劳工 他其实跟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的劳工不一样 就是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的劳雇关系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其实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可是现在 其实你会发现 现在就是一个公司里面 他可能有各种不同的非典型劳动 就是什么外包 派遣 然后部分公司 就是他每一样 他可能在同样一个地方工作 可是他的收雇心态 不是传统的那种就是雇佣关系 他可能是外包工或者是临时工 所以他可能不记录 这间公司的能力里面 可是他在这间公司工作 可是那随着 所以这种转 就是里面这种转型的时候 这些劳工其实受到 就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因为可能公司就直接 像可能我公司 我A公司我有派遣劳工 那我现在缺人了 我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 我就直接减的就是派遣劳工 可是这些派遣劳工 有可能就不会在相关的统计 就是部门的统计里面 那我觉得这些 就对这些劳工来讲 就是怎么去协助这些劳工 或者是说怎么去面对这些劳工 其实我觉得是更大的挑战 因为像上一堂有提到说 要在做劳工的所得分析 这些嘛 可是其实像这些分点型劳工 他可能在有工作的时候 他完全不会落入贫穷以下 因为他的工作所得可能是四五万五六万 可是他的工作其实是很变动的 很短期的 他有可能一起两三个月没有工作 他有可能马上就付不出他后续所有的相关的东西 他有可能就会掉入那个贫穷线了 可是他那个其实是变动 其实是很快的 就是那种非典型的那种雇佣心态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早期的劳工 比较不会遇到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劳工常常会发生的状况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总盖师 就是说社会 就是雇佣的状况也改变了 所以让事情更复杂 那我们副主委 那个社长这个 社长这个题目蛮大的 那我简要的回应我的看法 我觉得在这个 不管是产业创新造成就业的一个变动 最底层当然我们是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社会安全的机制 那在网上不外乎就是 就业保险跟职业训练的一个体制 那这个 其实相当程度是劳动政策上面 必须去看他的有效性够不够 我们的确有就业保险的体制 机制 那职业训练 包含转业 事业辅导等等 但他能不能因应这样子转型 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还有你的措施 够不够 够不够有 对不够对焦 我觉得这东西是要被讨论的 那另外一个是刚才 那个总盖师提到的 其实我们目前 其实包含气候 包含数位转型 都造成我们目前 现在的新的劳动形态 那包含零工经济 我们有传统的非典 但是也有新的非典 那劳动者的自主性跟他的收入 哪些是有被保障到 哪些没有 这个东西是 整个国家劳动政策必须去思考的 简单讲就是 新的劳动形态出现了 但他相对应的 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 有没有被创造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必须去讨论 那这个ILO其实也有在 从17年18年就开始有在谈 这个社会团结经济这些概念 那除了劳动政策在 就业保险跟职业训练 整个新劳动形态的 一个保障制度之外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 是经济政策上面 必须去做思考的 我简单讲的答案是 我的想法是循环经济 必须被讨论 因为我们即便有新的创新 如果我们还是走 线性的经济制造业的模式 国际分工的模式 还是一模一样的话 事实上我们的经济体制 很难创造一些新的产业 以及它因此而带来的就业机会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 蛮大的题目 我觉得这个劳动政策跟经济政策 必须回应新劳动形态 跟循环经济的这个课题 好 谢谢副主委 不好意思 题目难了点 那我们现在也请这个两位 我们Dr. Young跟Dr. Changer来回答说 那你们看这一次的公正转型 跟前几波的劳动力转型 困难度差在哪里 我们先请Dr. Young 在韩国的历史来说 当然人类社会多次转型 那在人类历史当中 其实也反映出了能源的历史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历史 我们所使用的能源的种类跟能源量 都大幅地改变 当这些社会变化 还有社会变化出现的时候 新的变化都会造成很多社会的转变跟变动 而每次的变动都会造成很重大的后果 在过去的这些转变当中 我们都知道到底未来要怎么样的发展 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进 但这一次我们的目标 其实相对而言非常清楚 我们要迈向近零的发展 在韩国 我们过去会使用 比如说传统的燃煤等等的这些热能 来维持家中的温度来作为暖气 现在很多韩国人家庭都改用天然气 或者是电力来作为暖气 在过去我们可能使用传统的炉灶来主食 所以过去的时候 这些炉灶要使用煤炭 那煤炭需要很多人来配送等等 但现在当然我们不再使用煤炭之后 那这些的配送工人 要怎么样去找新的工作呢 所以在过程当中 转型的过程 我们有了新科技 新的解决方案之后 我们在这样的转变当中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都会顺应这些变化 而调整自己的工作的能力 跟工作的机会 我想不论在韩国 台湾或日本 我相信各国的人民都极具任性 他都很有调试能力 面对未来的这个 灵炭中和的目标跟路径 我相信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 民众也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 人们应不应该去调试跟改变 而是人们应该如何去调试跟改变 因为如果不改变的话 要付的代价更高 更惨重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 迈向灵炭中和 才有机会去掌握更大的机会 因为过去的模式 已经无法延续下去 无法永续了 所以现在这种 净零排炭的目标 是全世界的共识 所以现在的目标 应该要把重点放在 如何去实现净零排炭的目标 我相信各国人民都有这样的能力 谢谢 Thank you Doctor 这个这一次转型目标很明确 就倒数2050倒数 好那我们这一轮的最后 还是请Dr. Chandler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好感谢大家 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 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来回顾一下 人类的历史 的确是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转变 那我们也是经过了很多成功的转变 才可以一起迈向未来 我们看一下日本的例子 比如说日本的产业在历史中也经过非常非常多次的改变 在过去呢 比如说日本也有这个半导体的产业 但是其实现在半导体产业呢 大概都是台湾在做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日本也有比较少的钢铁业 还有一些产业呢 我们也是被中国取而代之了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特别去做的事情 虽然说日本的经济很强 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 面向其实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们的能源产业 我们要从传统的燃料变成 现在再生能源 这个对所有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 去建构这些这个公共设施 然后再运用这些公共设施 然后现在我们又要再把这些公共设施拆掉 其实这个对大家的生活都有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 那我们这些这个改变的结果呢 对社会影响甚至 那我们是希望 对于未来我们可以做一些非常有意识的去做出变革 然后 当然这个对环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一次是为了保护环境才做出这些变革 但是如果我们有太多的负面影响 或是太多的这一个风险 或是这个大家会反弹 他们就不会去支持这样子的变革 我们之前有一位讲者讲到 台湾的这个公正转型调查 我们其实还蛮讶异的 我们是没有什么社会的共识 大家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有太多的这个劳动力啊 或是公司会受到影响 大家的生计 或是大家的生活会受到影响 那当然我们就会让转型的速度变慢 那这些这个经济上面的负面影响呢 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感谢大家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个题目单上有一题 这个我最近这一两年来 或这些每次参加论坛 都会有人爱问台积电的问题 如果是绿电厂 就是说都被他用掉了 那其他买不到 那这边问到是说 那台积电用掉这么多水电啊 那是不是他应该对国家社会 做更多的贡献 或其他贡献 我们这一题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快问快答 就是这个问题 副主委你要怎么答 然后两位专家说 If TSMC is in your country What are you to do? What would you suggest TSMC to do?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environment? 那我先请那个副主委 一分钟就好时间 我不太确定 我要怎么回答这一例 不太敢乱讲 他是官员 我觉得的确 台积电在台湾 当然包含在所有的生产要素 包含老公 包含水电等等 的确都是 用了蛮多的 我的认为是 如果不以台积电为例 我认为其实我们这个经济体制里面 我们讲的这个生产的一些最主要的一些元素 包含水电劳动力等等 我认为都要有保持某种弹性 不然它会有一些风险存在 那如同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觉得有些就业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观念 一直都是现行经济 所以我在生产不用的东西就是丢掉 你就产生废弃物 那劳动力我如果转型 我有新的科技之后 有些劳动力我不要 我就不理他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观念去做改变 包含未来的整个经济上面的一个体制的设计 那可能没有回答到问题 那个市长抱歉 因为上面有一题 有问到刚才讲到那个环色减合的问题 这个线上有一个朋友回答 其实我同意 应该是要有一套跟参与 跟国土规划有关的一个制度来做横评 但是我个人现在并不主张去创造一个 所谓的跟国土跟参与一样的 就是一种方法来做 我觉得台湾社会目前环评的实践 其实我们的确我们有碰到一些瓶颈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所以我不认为再创造一个 把它变成所谓的正统Orthodox 唯一的对台湾是有帮助的 但我认为不同的测试 不同的模式来进行是可以的 例如环色减合就是一个小规模的测试 它未来如果成功它是可以应用在其他领域 谢谢 谢谢副主委 那我们现在还是要邀请Dr. Young Dr. Tranger来跟我回答 我觉得台积电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半导体厂商 当然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间公司 各位应该知道台积电也是有做出一些承诺 跟三星一样 就是我们大概一两个月之前 他们做出了一些承诺 那这也让韩国人对三星有一点担心 因为三星并没有还没有办法用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那如果说他们这样子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一些供应方面的问题 他们就没有办法生产出足够的零件 这个跟台积电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两间公司其实现在有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他们的处境差不多 那这个三星跟台积电呢 其实都应该要负起他们的社会责任 他们雇佣非常非常大量的员工 所以如果说他们离开韩国跟台湾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面临失业的问题 那他们也付很多的这个营业税 所以这个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这样不够 所以现在这些公司 他们一定要思考我们今天在这边问的问题 他们一定要打造永续的企业 这个不只是为了社会 这个也是为了公司本身 都是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不管是台湾人民还是韩国人民呢 都应该要监督这些产业 不要让他们假装自己很环保 而是真的有采取一些环保的措施 让社会呢 也提供这些公司一些支持 让他们可以使用再生能源 那韩国在这个方面呢 在再生能源的方面其实是落后的 毕竟我们现在只有大概8.6%的再生能源 所以无论是三星还是这些大的企业呢 其实都应该可以成为企业的领导 同时也推动政府发展再生能源 当然这个政府公司还有公民社会 各个领域都扮演自己的角色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大家一起 攜手合作才能打造碳中和的社会 谢谢 大车用的分享 所以三星在韩国真的是很大 那我们再来请Dr. Tranger 跟我们分享这一题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问题 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回答 因为毕竟呢 这个我人在日本 我对台湾的产业了解有限 我觉得台积电跟其他公司的不同 在他们这个使用电的量 他们使用大量的电能源 所以他们也需要特别注意 这个能源转型的议题 那三星呢 就已经加入了这个ELE100 就跟日本有一些电子公司 也已经加入了这个联盟 这些如果公司呢 他们能够做下承诺 使用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可以找到这个提供再生能源 那也让再生能源呢 变得比较经济 那这些公司 他如果可以这么做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可以领导能源转型 虽然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那我也希望台积电能够 也承诺他们可以百分之百转用再生能源 这个可以帮助台湾整个社会转型 大家因为大家比较不想要看到这个传统这个石化燃料 但是呢同时我们又需要半导体这些零件 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些半导体的零件呢 现在可以用这个干净的能源来生产 所以我们需要能源转型 感谢 那这个世上台积电也快 马上要去日本设厂了 所以很快就会在日本也有台积电 也会用掉很多的水跟电 好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一场的国际的公正转型论坛呢 要到这里告一段落 那我们还是感谢四位语谈人的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日本或者是韩国以及台湾 现在怎么在这一条路上再努力 也让我们知道挑战在哪里 目标又在哪里 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线上以及现场 所有的贵宾的出席 也再一次呢热烈的掌声感谢四位语谈人 谢谢 谢谢各位贵宾带来精彩的语谈论论